1989年前苏联天然气输送馆大爆炸 不得了 300人死亡 700人受伤 1995年南韩大丘的瓦斯馆爆炸 103人死亡 189人受伤 如果要供应核四相同规模的天然气场 营运一个月 我们台湾需要12万到20万吨的天然气 相当于100万支的家用瓦斯桶 这样子大家理解了吧 这个蔡英文政府不是说反核吗 核四不能重启吗 因为怎样 核四爆炸很危险 但是她大切没有告诉大家 天然气储存 它的爆炸也很可怕 当然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强调安全问题的话 天然气储存槽 天然气输送馆都不安全 各位自己家里头 就有面临同样的问题嘛 我们每家可能都有那个天然气 我们的瓦斯有没有外漏的警报器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只要天然气外漏 就会造成爆炸 就会造成火灾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走向50%天然气发电 会建我们必须要建造多少个天然气的储存槽 那这些储存槽不都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吗 如果今天何能危险 天然气储存槽其实好不到哪里去 同时天然气的发电并不能减少全球暖化的问题跟压力 所以天然气也许比起传统的这个燃煤发电 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这个比较低的范围 但是它持续的一样会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走向零碳排 走向所谓的碳中和 天然气发电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那更不用讲到 待会我想秀芳会提到的 有一些学者专家也提出来了 在天然气开采的过程当中 这些技术会造成了甲碗从地底排放出来 各位知道甲碗是比二氧化碳 对于全球暖化造成影响更大的气体 那么这些东西在这样的过程里头 你把甲碗排出来 只是为了开采天然气 那么你一样会造成严重的全球暖化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这个蔡英文当时在选举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了一个大谎话 其实当然蔡英文说了很多个谎话了 但现在我们看到最大的两个谎话 在这件事情上就是第一个 他告诉我们民进党当选台湾不缺电 但是现在显然缺电了 未来可能缺电了 对他现在拿缺电来威胁我们 来恐吓我们了 要我们因为不要缺电 所以我们就要亲手把藻礁给谋杀掉 然后同时他那个时候的另外一张拔大票 就是藻礁永存 把这两张支票摆在一起 大家看看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 民进党当选台湾不缺电 是蔡英文保证 藻礁永存也是蔡英文的保证 现在民进党政府告诉我们说 对不起 藻礁跟缺电 你必须要挑一个了 所以蔡英文这样的保证 在这个时刻还没有多久就跳票了 到底民进党有什么样的保证 是可以让我们相信的 蔡英文的话真的如果能够相对 相信的话可能租都可以爬树了